幫著馬尾身穿牛仔短褲 向觀眾揮手致意 她是臺灣大車隊執行長林念珍 也是第一位前進棒球場開球的 小黃執行長 我平常是非常非常喜歡運動 所以我今天非常的開心 有機會可以受邀當開球的嘉賓 三十六歲的林念珍 去年十一月正式接班 在那之前已經在集團內 被父親林村田磨練超過十年 接掌後力拼品牌轉型 像是支持年輕人活動 希望降低車隊客群年齡層 另外在轎車APP上推電商平臺 利用商品結合乘車券一同銷售 每個月能賺進百萬元 還成功獲得國際創投基金投資 我希望透過跟資本市場的合作溝通 然後把我的平臺場域打開 可以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 然後還有合作夥伴進來 我們一起在最短時間內在臺灣打造出 一個生活生態系 我就想讓你我的生活更便利更輕鬆 然後讓你把你覺得最有寶貴 最寶貴的時間可以花在你覺得最美好的事物上面 面對小黃市場 讓其他勁敵 包括外商Uber Line Taxi 還有核泰車轉投資的Yossi加入競爭 林念珍不畏戰善用資源 集團旗下部牌協助代管小車隊 靠服務賺錢 下半年還將啟動全臺車體大翻新 勞牌車隊千金持續轉型 站穩營運腳步 三零星 宋宇寬 李孟山 台北報導